我覺得還是想問問創作東西 星火飛行器是想表達什麼呢 我想表達的就是言語暴力 我們希望每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能夠好好說話 如果不好好說話 一句話就可以把兩個人 分開成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宇宙 不同的時空 剛開始彈琴的時候 曾經有前輩跟我講說 你這輩子大概就停留在這個水準 你永遠不可能進步 所以我那時候就選擇了 離開了那個團隊 後來跟那位前輩就 沒有辦法再有交集了 他當初沒有激勵你 可能也沒有現在的你對吧 感謝身邊周遭所有 對你好 對你不好的人 都是會成就現在的你的原因 我會覺得那些說語言暴力的人 是一些不負責任的人 因為他沒有考慮到 你聽了這些話會意味著什麼 所以我本身 不會理那些講言語暴力的人 如果你接受不了 你也不要說我要回擊 受到傷害 你不要想再去傷害別人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做到的